台没有了 另外一扇门又打开了 我妈妈出了得有几十本书了 大约应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高峰期出书啊 然后那个爸爸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界的朋友 开始读我妈妈的文章 包括叶盛陶老先生 然后他读完了之后呢 特别兴奋 年纪很大了 那时候得有八九十岁了吧 给我爸爸打电话 说带着凤霞到我家来看看我 我要当面表扬他 所以他还写过一首有点像打油诗 有些话叫家常言语 真情义 独来 信透心而理 本色见才华 我亲心凤霞 这他写的 你看我亲心凤霞 我亲配他 这是中国的顶级大文豪夜深陶显真写 你母亲真的是你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对呀 我特别骄傲的是什么你知道吧 我爸爸的文章 妈妈的文章 都在咱们中国的语文教材里面 出现过 出现过 后来 我的文章入选了 教材 这是一种最好的文化传承 对 我觉得这是一种影响 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们注重的是家境 我们往往输获了一个家的家风 其实你的身上还是有信封霞大师和吴主光大师的影子在的 对 那一定是这样 我妈妈呢 和我爸爸他们两个人的双重知名度加起来 赋予我的是什么呢 在小时候呢 它是一种光环 等于我身后有两棵大树 枝叶繁茂 然后有一个非常舒服的阴影像伞一样照着我 所以我可以处处都享受他们这种光环 但是呢 慢慢的我就发现了 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人家都说 她是新凤霞的女儿 她是吴主光的女儿 她怎么怎么的 她父亲怎么怎么样 她母亲怎么怎么样 这个东西我慢慢的发现 原来这种阴凉 其实是一种阴影 是一种压力 而且随着我年龄逐渐增长 这种压力是越来越重 等到我成熟到可以自己选择将来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的父母要求 我说我不唱平剧 我要是唱平剧啊 永远是这样的评价 她哪有她妈妈唱得好啊 她哪有她妈妈漂亮啊 我可能会听一辈子 我不想做小心凤霞 我想做无双 那么我们家呢 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它自由氛围 自由的氛围呢 赋予了我这种自由的选择 于是我妈妈和爸爸都同意 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非常幸运地得到了 美国州立大学 印第安纳音乐学院的全额的奖学金 于是这时候我就 基本上抛弃了国内的一切 拎了俩小箱子就 一路奔向美国了 逼着我去打工了 端盘子 厨房洗碗 到那个剧院里边拉木 收票我都干过 到了越中越尾 拿到一点薪水的时候 感觉特别开心 哎呀太爽了 我能挣钱了原来 我总结一下 人是懒惰的动物 从来没有天生勤奋的人 这个勤奋是被逼出来的 后来我回到了祖国 我干脆远离声乐 大约有十年时间 我干嘛去了呢 我做话剧去了 我做了很多年的喜剧 这时候呢 我忽然发现 有一种质的变化 在慢慢地发生 我自己在演唱 我的歌曲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我自然而然地 不由自主地 把我的很多喜剧的东西 我放在我桌里面 I'm on the hill It's lonely girl time Lady old lady Oh oh 我必须要感谢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歌唱能力 我的表演能力 是从妈妈这来的 而我的写作能力 肯定是从爸爸这来的